网络热门生活坚定,先看视频 这段视频是一位B站阿博主用脚摸鸡抽半路心腹丝的视频 很多人在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担心 这只半路心腹是不是以后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还有一小部分观众则表示 蜘蛛这么可爱你怎么忍心伤害它呢 那么用这种方式抽丝 有没有对蜘蛛造成伤害 或者说对蜘蛛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首先我们要知道从蜘蛛屁股里拉出来的丝 它不是一股,是许多股 但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是多少股 因为在它的繁迹里存在着几千个喷射口 每一个喷射口都算一股丝 它要织碗的时候就会像这样 把脚伸进去它的屁股里面掏 掏出一定量的丝就拿去织碗 有的地方要织的粗一点 它就多掏一会儿,多掏一些丝出来 有的地方要织的细一点,它就少掏一点出来 其实具体多少股都是凭感觉来的 而我们这里说的屁股其实是它的仿气 而在仿气的后边还连接着它的丝线 这里是储存原始蛛丝的地方 蜘蛛丝在这里面呈现的是一个浆糊状的形态 其主要成分是丝线软蛋白 蜘蛛在需要用到丝的时候就通过挤压丝线 把这些丝浆通过小管传递到反气的表面上的喷射口上 丝浆在干一接触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硬化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拿出来的蛛丝 所以用脚模机抽丝的办法其实不会对蜘蛛的身体造成伤害 但是心灵上就不好说了 那么到这里还有一小部分细心的观众会好奇 那这蜘蛛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屁股杀住车 不让蜘蛛撕出来呢 其实半路心腹的屁股还具备一定的刹车功能 它确实可以杀得住一部分的车 但是不能完全杀住 其实很多蜘蛛它在走路的时候都是拖着这根丝走的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虽然会有所消耗 但是这个消耗是非常低的 所以它也不在乎